BY SC Creative 创用CC Creative Commons 好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谈谈创用CC的常见问题吧 需要注意的是 以下许多问题 只是建议各位一个方向 实际上当你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还是应该配合问题发生的情境 自行判断决定该怎么做 而不见得有一定的标准答案 当你有更多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到台湾创用CC计划的官网 上面有丰富的常见问答集 并且针对创作者跟利用人家以分类 当你有更多问题找不到的时候 你也可以直接对台湾创用CC计划来提问 或者你可以到社群协力编辑的 创用CC入门FAQ来找寻 你想要问的问题或是答案 当没有发现的时候 你也可以主动编辑上来 或者协助别人回答你已经知道的问题 好的 第一个问题想要问的是 以创用CC条款授权作品 供大众使用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这是属于创作人会问的问题 我们认为使用创用CC授权 创作将更容易散播出去 而且分享本身不就是一件符合人性 令人开心的事吗 当你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见跟利用 其实就有更多创造价值的机会 而创用CC能使得创作者 跟利用人之间的授权关系更明确 更不容易有争议 已经有很多创作者运用这种方式 来分享他们的创作了 你可能不会相信 根据保守估计 到2014年底为止 全球已经有超过8亿8千万份的著作 采用创用CC的授权 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吧 让我们一起共同探索 人类知识跟文化拓展的途径 再来 请问用了创用CC 该怎么赚钱 当然这也是创作人会提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 你只靠著作权的保护 创作也还是没办法赚钱 无论如何都是得靠 具有市场价值的授权 当你采用创用CC授权的时候 并不代表从此 你就无法进行商业的授权 如果有人经由这些散播的创作 产生了兴趣 想要取得创作者保留的那些部分权利 仍然需要与创作者本身 协商授权的条件 那么创作者当然也有收取权利金的空间 衡量自己的创作 哪一部分有市场价值 自己有多依靠市场价值 就可以杠杆运用开放的部分 来创造整体更大的价值 举例来说吧 在采用创用CC授权的网络影音节目中 你可以安插广告 藉由创用CC清楚说明的授权方式 促使大众流通这些节目 包含其中的广告 来赚取收益 这就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此外 国际创用CC总部也正准备出版 汇整创用CC商业模式的电子书 到时候你就可以一并参考 看看别人的案例 来想想自己是否也能够产生一个赚钱的商业模式 有些人问到 要去哪边登记 自己的作品才可以采用创用CC授权 哦 其实啊 将授权条件 伴随创作一起宣告 就已经足够了 并不需要再去哪边登记 就跟著作权一样 原则上 自己的创作完成时 你就享有创作的著作权 所以 它也包含了将它授权给其他人使用的权利 并不需要做任何登记的动作 你就可以采用创用CC授权了 不过 为了稳固你的授权状态 你还是可以选择性的去使用 像是Register Commons之类的服务 将自己采用创用CC的著作 给登录进去 获得经由第三方认证的创用CC证明 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这个著作 是在聘雇关系下所完成 那么它的权利归属 就要看聘雇时候的约定 如果著作财产权 已经约定 移转给聘雇方 那么 就要获得对方的同意 你才能将他使用 创用CC的授权了 创作人或许也很关心 我应该选择 哪一种创用CC的授权呢? CC有几种 你应该知道了吧? 是的 创用CC总共有六种 这六种授权方式的组合 说明别人能如何利用你的创作 所以 当然应该依照 你自己希望 别人能怎样利用你的创作 来选择一个合适的授权方式 不过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像是 台湾创用CC计划网站 上面有个授权精灵 或是GNV社群所发起的 CC授权小帮手 来协助你 厘清授权时候的选择 或者 你也可以寻求 创用CC台湾社群的意见 找出一个 最符合你需求的授权方式 当然 你也可以先在你部分的著作 适用创用CC的授权 先讲求不伤身体 再讲求效果 当产生效果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更开放你的著作 来采用创用CC了 此外 也有很多创作人关心 我怎么知道 到底是哪些人用了 又怎样使用 我以创用CC授权出来的创作呢 简单讲 这就跟你不采用创用CC授权时候 是一样的 目前并没有一个完美的方式可以知道 也就是说 并没有办法要求 所有的利用人 告知他们所有的使用方式 不过 现在有些网络服务 像是Google搜寻 Google以图搜寻等等 都可以协助你 在网络上 找出文字图像作品的使用情形 但这些都仅限于网络 你事实上很难知道 是否墨尔本的某位人凶 正在演奏你以创用CC授权的曲子 或是东京的哪一位少女 将你使用创用CC授权的照片 印在他心爱的马克杯上 虽然如此 由于创用CC授权 必须包含姓名标示这一项 如果创作本身带有完整姓名标示的资料 例如 将创用CC授权精灵提供的程式码 潜入网列中 这样将可以提高后续的利用 在网络中被寻找到的机会 还有啊 搭桥给别人走 或许也是一个好方法 像是有些人 在他们创作的旁边 以Wiki的方式 开放线上文件 给利用人填写 这样可以让看到原作的人 有机会看到衍生的作品 有机会吸引利用人 自行来登录哦 创作人或许也会问 我的作品以前采用创用CC的授权 但是我现在改变心意 想要改回保留所有权利的方式 那么该如何取消呢 哦不 千万不要 想象一下 如果是你用了别人 采用创用CC授权的创作 结果有一天 原作者突然要收回 他曾经开放给你使用的权利 这会造成你多大的困扰和混乱 事实上 一来是因为创用CC授权 是对不特定的大众进行授权 因此无从撤销起 二来 为确保大家对创用CC的信赖 也需要稳定创用CC的授权机制 所以创用CC授权啊 有不可撤回的特性 也就是说 创作一旦采用创用CC授权 就没有办法再撤销了 因此 在选择创用CC授权方式的同时 你一定要将这个特性 一并考量进去哦 教育领域的创作者 也会关心 为什么禁止改作 不建议使用于教材上呢? 之所以 不建议采用含有禁止改作的 创用CC授权条款 在教案与素材 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受到了 禁止改作限制的著作 实在是不符合 教师教学的实际需要 既限制了教案的改进 与再创作 也不利于 教学共用资源的累积 而且 依照开放教育资源的定义 必须能够让利用人 有改作的自由 所以 禁止改作的授权 甚至被排除在 他们的开放程度排序之外 创用CC总部更建议 针对开放教育资源 要优先考量姓名标示 这种对利用人最自由与宽松的授权条款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教育资源 是由教育行政机关委托厂商来制作 而且 教育行政机关有取得著作权 这时候 因为创作者已经获得金钱上的补偿 而教育行政机关 本身通常也没有商业授权的打算 为了让教育资源尽量流通 避免过多的限制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建议 优先考量 采用创用CC 姓名标示的授权条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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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